在松山区东荣里的四座公园 因为景观环境管理得很好 经常获得许多奖项 而三年前开始种植多样品种的茶花 已经陆续盛开 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拍照留念 每年的一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而在东荣里的新中公园 则是出现茶花朵朵盛开的美丽景象 这些美丽的花朵都是公园志工细心呵护的成果 就是每个月一次施肥一次松土 夏天浇水早晚都要浇水分一定要过 那冬天来有时候下雨天就不用了 冬天差不多隔天就浇一次这样子 其实茶花一般说很难照顾 我觉得也是很好啊 只要我们用心去关心他 有时候看他生病了吗 还是怎样就会像照顾小孩子一样 因为热心的李明不断捐赠不同品种的茶花 三年来新中公园已经累积了一百多种茶花 而且都有特别的名字 这一段时间在过年前过年后都是它的花期 那因为这个茶花是我们的李明 林济院领先捐赠的 所以大概种类大概有一百多种 其实我真的记不起来很抱歉 但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 以前是有一种品种叫少女的祈祷 那也有少女的初会 然后就什么 蛮多的啦 玫瑰地啊 玫瑰茶花啊 然后还有越南茶花 非常多 另外东荣里的附井一号二号三号公园 也有种植许多茶花 让公园更加活泼美丽 不过镇里长表示 最近因为茶花盛开 吸引许多民众来这里观赏拍照留恋 但是却有民众用剪刀把茶花偷走 甚至整盆挖走的情况 希望这些彩花贼能够洁身自爱 不要破坏志工们辛苦栽种的植栽 中家台北新闻许超雄采访报导